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引发热议的话题 中国大陆高校师生访问台湾的事件 这次交流团在台湾的九天行程中 虽然大部分成员必谈政治 但却无法掩盖背后的争议和反响 此次访问团由40名师生主裁 受到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的邀请 却在台湾引发了不少批评声浪 质疑则指出这是中共的统战行为 而台湾的年轻学生们则期盼 在不设政治的前提下进行更多的交流 他们支持两岸之间的友好互动 并对此次大陆学生的友善态度表示肯定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引发热议的话题 中国大陆高校师生访问台湾的事件 这支由40名大陆学生组成的访问团 在9天的交流中 尽管避免谈及敏感的政治议题 但背后却隐藏住一场引人注目的辩论 此次访问团受到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的邀请 却引起台湾社会的广泛争议 踢评则指出这是中共的统战策略 而支持者则认为这是促进两岸交流的良机 大陆学生们在台湾的友善互动 让许多台湾学生感到惊喜 他们渴望在不涉及政治的情况下 进行更多的交流 然而,这场交流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台湾的政治氛围紧张 许多大陆学生在接受访问时被告知 不得触及政治话题 自无一让人自以交流的真实性 台湾学生则希望在文化和学术的基础上 逐步消除彼此的误解并建立友谊 今天,我们将从多个角度来分析这次交流活动的影响 及其背后的政治意骸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陆高校师生访台之旅 本是一次普通的学术交流 却在台湾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讨论 受邀于台湾前总统买银酒基金会 这次由40名中国高校师生组成的访问团 在台展开为期9天的交流活动 然而,这一行却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简单 台湾有批评者认为 这次访问是中国共产党统战策略中的一环 尽管面对质疑声浪 访问团成员在访台期间仍然保持低调 尽量避免触及政治议题 大陆时生团对台湾学生的友好态度 及与台湾的大学生也普遍表示 也普遍表示支持两岸间的交流 只是不希望政治因素缴入其中 在大陆团参访台北孔庙时 热闹的场面似乎让人暂时忘却了分战 当地民众挥舞着欢迎的标语 还有不少是为了见证中国乒乓名将 奥运六金得主马龙的台湾粉丝 作为访问团的议员 马龙的出现似乎在无形中 缩短了两岸之间的距离 现场不仅有欢呼的人群 还有特意赶来的台湾学生 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见到这位乒乓球传奇 尽管中共党员身份的指控 在台湾引发争议但对于参与交流活动的台湾学生而言 马龙的出现无疑是一种独特的吸引力 然而关于大陆访问团的争密声音 在台湾并未消散 台湾的民进党立委沈柏扬毫不留情地指出 中共意图通过一切交流活动实施统战策略 运动交流亦不例外 对此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成 则反驳到中国大陆的制度与我们不同 讨论身份并不奇怪 他同时批评民进党阻碍台湾年轻人了解大陆 不应将台湾年轻人了解大陆 不应将台湾年轻人困在楚门世界 限制他们认识外界的机会 此番言论在蓝绿阵营间掀起了新一轮的论战 台湾陆委会在争议声中召开记者会 重申政府支持符合法律规定的两岸学生交流 强调短期参访形式仍有限制 陆委会呼吁中共给予两岸青年更多交流的自由 若是真心想要促进两岸青年互动 就应允许学生自由来台学习与生活 这种呼吁无疑揭示了在看似简单的学术交流背后 隐藏的复杂政治动机 面对对话中的经济 访问团的学生选择了沉默 北京清华大学的大学生彭一航被安排接受媒体采访 记者被告知不得提问敏感的两岸政治问题 否则采访将会被中断 彭一航分享了他在台湾的感受 称赞台湾学生的热情与友好 让他感到如同回到老家探亲 他与台湾学生的互动主要围绕各地特产 学习和生活 这些日常话题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 奥运设计金牌杨健亦表达了类似的感受 他认为台湾同学的友善与热情 让他觉得自己多了几个好朋友 尽管政治议题被刻意回避 但双方在无关政治的交流中 找到了共同的愉悦与启发 台湾的大学生们则在美国之音的采访中 展现了开放的态度 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的张景志表示 尽管在大学期间未曾与大陆学生接触 但他支持这样的交流活动 张景志认为 只要是友好的交流 无论对方的政治身份如何 他都持开放态度 在很多台湾青年中并不稀奇 他们往往更关心的是 如何通过交流增进相互理解 而不是被政治纷争绑架 台北科技大学的许佩涵 回忆起与港澳生的交流经历 认为这样的互动能让彼此更了解对方 他强调即使在政治立场上有所分歧 仍可以在其他话题上找到共鸣 但江大学的李孟杰也此类似观点 他希望交流与政治分开 单纯的文化与学术交流 能拉近两岸年轻人的距离 明传大学的张同学则期待通过与陆生的接触 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并建立友谊 他认为在两岸学生交往中 避开政治话题是维持友好关系的关键 尽管政治阴影挥之不去 但此次大陆学生访台的经历中 似乎仍有一种难以谋灭的善意 流动在两岸青年之间 无论是通过乒乓球明星马龙的魅力 还是在日常交流中建立的友谊 这场交流活动让人看到了 两岸青年之间的潜在纽带和可能性 即便在风雨飘摇的政治氛围下 他们的互动人是充满希望与友好的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大陆高校师生访台必谈敏感议题 我认为是明智之举 两岸关系复杂 政治问题往往容易触发争议 而必谈政治有助于降低交流障碍 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文化和学术交流上 毕竟正如马英九基金会所言 这样的交流是增进了解消除误解的途径 台湾学生也反馈大陆学生友善热情 这不就是两岸民众在非政治领域建立交流的最好证明吗 楚天书你的观点固然有道理 但必谈敏感议题就像是去餐馆不点菜 避开了关键问题 两岸关系的核心就是政治议题 拒绝面对只会暂时掩盖问题 而不能真正解决争端 与其避而不谈 不如开放讨论 以免交流成为一种形式上的交流 实质却毫无深度 台湾学生如果只是出于礼貌友善 而不讨论政治 实际上可能错失了深入了解彼此真实想法的机会 谢琪琪 你提到的开放讨论在理想状态下 确实很美好 然而在现实中 政治议题往往掺杂了过多的情绪和对立 容易演变成争端甚至冲突 学生们的首要任务 是学习和交流知识 而不是成为政治辩论的工具 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信任和理解也需要时间 通过逐步累积的文化和学术交流 才能为未来的更深层次对话打下坚实基础 楚天书 你所说的文化和学术交流当然重要 但如同掩耳盗铃 必谈政治问题 并不能解决两岸之间的根本分歧 历史上 诸如柏林墙倒塌等事件表明 开放对话 是解决政治对立的有效途径 两岸学生 若能在校园这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中进行理性探讨 不仅可以促进理解 还能为未来两岸关系的改善铺路 逃避不能带来真正的进步 直面问题才能为双方创造更明亮的未来 诚然 开放对话可以带来进步 但选择对话的时机和场合更为关键 当前的两岸政治氛围紧张 将学生推向政治话题的风口浪尖并不妥当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培养下一代的理性思考和包容态度 避免在尚未成熟的阶段变草率涉入复杂政治 在一个安全和非对立的环境中交流 才有助于他们未来在合适的时机承担更大的角色 楚天书 时机和场合当然重要 但如果一直等到合适的时机 可能永远也等不到 正如蔡英文指出 沟通和交流是解决分歧的唯一途径 与其将学生保护在一个安全的泡泡里 不如让他们在现在就开始学习 如何理性面对和讨论复杂问题 这样他们才能真正成为有能力的公民 为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贡献实质力量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在这场辩论中 楚天书和谢琪琪分别代表了两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两者都围绕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政治与文化交流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楚天书主张在两岸交流中 必谈敏感议题是明智之举 强调了文化和学术交流的重要性 而谢琪琪则认为 必谈政治问题会导致表面化的交流 强调了开放讨论的必要性 楚天书的观点似乎显示出 对当前两岸紧张关系的现实考量 并主张在交流中应该以建立信任为先 不让政治问题干扰学生的学习和成长 他的立场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色彩 认为在当前环境下 过早深入政治对话 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对立 这是值得理解的 然而 他的论点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因为文化和学术交流 若是完全避谈政治 实际上可能无法触及根本问题 反而可能导致双方更深的误解和隔阂 相对而言 谢琪琪的观点则更加积极和前瞻 认为直面政治问题是促进了解和解决冲突的关键 他通过历史案例强调了开放对话的重要性 这种勇气值得赞赏 谢琪琪提醒我们 若一味回避政治问题 将可能措施提升彼此理解的机会 他的观点提倡现实而勇敢的对话 这对于打造未来的良性两岸关系至关重要 总的来看 两位辩手都提供了有价值的观点 楚天书的提议强调了安全与理性的环境 然而谢琪琪则挑战了这一观点 认为不应逃避政治话题 辩论的核心在于如何平衡文化交流 与政治对话之间的关系 或许最佳的做法是在适当的时机 结合两者的优势 进行开放而不失理性的对话 在未来的交流中 我们应该重视从文化和学术入手 并逐步引导学生面对政治问题 这样才能在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 共同探讨出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 希望两位辩手能在此议题上继续深入探讨 为两岸的未来贡献更多智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人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by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我有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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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